大家好,今天琪姐約了朋友去喝茶 這間酒樓,琪姐也經常來喝茶 回到溫哥華,朋友說,你在美國可能很少喝茶 回來,快點喝多點茶 我說我也有喝茶,但溫哥華點心很吸引,很好吃 吃完點心,就跟朋友說,沙洋娜娜娜 為什麼呢?因為昨天開了一天長途車 其實我還沒回來溫哥華之前 我已經預約到香格里拉酒店 裡面的一間專業SPA做按摩 因為長時間坐在一個位置上 你開車,有時肌肉就會很緊張 所以一定要放鬆 有時個人覺得我是捱得的 但是捱了之後,其實你的身體會給予一個feedback 我都試過,真的有時都不是很舒服的肌肉 所以今天就是 現在就未到時間,我就約了下午的 就去做按摩 順便做一個facial 頭皮的按摩 收夾,整套都做完 然後我就會去Corsico買些菜 但是家庭主婦就是這樣 主要的工作就是把家庭照顧好 照顧到身邊的人 這樣就是很重要的 本來我就今晚跟媽德彥娜吃飯 但是她昨天已經是急不及待 就叫家人接她出來單趟 當然,跟媽德彥娜去吃飯 我一定是選擇西餐 第二是選擇比較清淨的地方 有一間酒店 有一間酒店 聽說以前 很久很久以前 就說是何鴻生買了下來的 後來又轉了手 他們的餐房很優靜,很寧靜 她斜對面有一間戲院 以前我在疫情前 基本上就在那裡吃飯 然後就去戲院看電影 現在那間酒店 她就是有餡茶 Happy Hour 那個dinner都做得不錯 我多數會在那裡 跟媽德彥娜吃飯 其實你沒有看她是一間酒店 她就說是四星級酒店 但是她的餐點做得不錯 而且不是太貴 如果大家去開那邊 她也是靠近在Robinson街那邊的方向 Market Place的旁邊 如果大家是住在Vancouver 就知道我講哪一間 如果有空大家去試試 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不錯了 昨天就順便交給她 她的孫兒孫女、曾孫 其實禮物是什麼不重要 老人家就是很開心 看見她開心我也開心 媽德彥娜特別開心 見到我的孫女 即是她的曾孫女 買了一包造成煲胎 一些蝴蝶結形狀的棉花糖 我的孫女就說 太麻一定喜歡吃的 軟軟軟一定吃得到的 是粉紅色的 是不是很可愛 嘩 見到她真的笑得很開心 現在全部人都要記掛著她 所以我才要兩頭撲 看到她開心 見到她昨天都胃口好了很多 上個星期我還在美國 工人姐姐說她都不想吃東西 令到我很害怕 所以我就說 對 我要回蘑菇河了 好了 現在我就走到這間書局 現在在蘑菇河的書局 越來越少 少到真是 怎樣說呢 整個 Downtown 只有這間書局 現在這間書局 反而是賣家品 賣家庭用品 那些反而多了 因為真的那些書很貴 當然啦 每一本書 無論她的內容是怎樣 或者厚 薄 精裝 簡裝書 都好 都是穩藏著 那個作者的 嘔心匿血的一些創作 所以那個價錢 應該是這個價錢 是吧 圖書館有 當然可以去租來看 但是呢 如果真的在這裡 看對了買 二三十元一本書 就很正常的 你想想她要籌備一本書 她要花多少時間呢 是吧 我其實都一直在想 會編一本 code book 是給我自己的 或者給我的家人 給我的好朋友的 但是真是 談何容易 就是說 但是呢 就 真是不容易 阿卡姐 我都一直有和大家分享 就算拍這個視頻 卡姐是一個人的獨腳戲 那我就真是盡做 努力做 我是珍惜看我視頻的網友 觀眾 獨立一個人去經營一個頻道 是我想就比較少人 很多都有 家爺仔那 全部人上陣 或者一個隊 一個團隊 或者拍檔 這樣的 當然 你這樣做 是全部人都是為這個工作而做 好像就沒有什麼其他工作 但是如果你一個人做 你是沒有拍檔 但是你是可以獨立自主這樣去做 至於你說要提高一些什麼技術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內容 一條片 當它二十分鐘就好 你要整條片 要講到有內容 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如果我 是去煮菜 我可能很容易就 拍到十多分鐘一條片 是吧 但是你真的要全程去講話的時候 而且我是沒有稿的 我是想到 我就應該怎樣講呢 我就會去講 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挑戰來的 有時整條錄音 要剪掉去再配過 因為自己不滿意 現在我先看鞋 琪姐就是這樣 講講一下 又跟大家聊聊 這雙鞋我很喜歡 但是它的肘真的太幼了 太高了 但是它的鞋款是很好穿的 而且它可以是晚裝 也可以晚上穿去吃飯的 不會太誇張 這雙鞋 我正在想 不過它太高跟 始終人年紀大 你穿這麼高的鞋 你真的要玩著身邊那個 才行 不同年輕 這雙高跟拖鞋 非常漂亮 它的鞋頭 是積花磅蝴蝶 但是它的鞋子不會太高 應該都OK 很好穿的 穿這些拖鞋 真的很搖曳生枝 穿長裙 穿闊腳褲 是非常之優雅的 在七八十年代 甚至九十年代 中期 高跟拖鞋 是非常之流行的 琪姐都很喜歡穿的 我喜歡穿高跟拖鞋 或者是高跟拖鞋 因為它的鞋子後面 就可以有少少移位 比較舒服 又來到Costco 這間就是位於溫哥華 Downtown的Costco 這個牆不是太大 但是你要買的東西 基本上都大同小異 和其他的Costco 都一樣 在溫哥華的Costco 可能衛星城市 會連同加油站 如果在美國 在Costco那裡加油 價錢又相對相宜一點 就是 Downtown就串金尺土了 沒有辦法 有些汽車維修 或者是 換胎 保胎 甚至是 加油站 很多都欠奉 不過這些都不太重要 主要都是買一些日常的用品 日用品 甚至是一些食品 出了很多這些帽子 但我在美國也買了幾頂帽子 很可惜 買了一個帽子 很漂亮 但是 它就沒有一條帶子 就是 那個帽子 有時 你如果去一些大風的地方 分分鐘是可以吹脫的 所以就是 貪漂亮 你可以買 但是 你說實用 一定是 有一條那些繩 可以索帶 索緊去 有時 走在橋 或者走在 郊野 大風 不會吹脫的 這條帽子 我買了 現在戴的帽子 真的用了很多年 說起來也不相信 十年 好嗎 好厲害 我也是很珍惜 戴了十年 我每個星期都 放在洗衣機裡洗 因為它是全棉的 它是棉質的 你就可以去洗 其實這些帽子是可以洗的 我很喜歡戴帽子 但是最實用的都是這一頂 以前我參加很多 Lady Party 戴一些規定 有些很英式氏女的帽子 很大頂 例如一些禮帽 很阻定 戴一次 你可能不知何時才戴 這些帽子 多數有個很大的圓盒 裝著它 很古典的 有一個盒子 裝著它 那盒子還有一條絲帶 給你綁蝴蝶結 然後就好像手抽 我想以前就是 輕易放在馬車上 但是有的 以前有的 加拿大也有得賣的 漂亮 很漂亮的 有時有些小孩子的 畢業典禮 或者是結婚 訂婚 有些Party 你可以拿出來用的 或者家族 家族 有任何的Party 都可以拿回來戴 阿卡姐 就是一頂布 這些Corton 這些帽子 走天崖 因為它又接得到 你進到餐廳 這樣坐下 你可以接著 放在自己的背包 收好 這樣就可以了 很方便攜帶 我上次在美國 自己就把帽子 放了 就忘記了 到處找都不見 我說不見了帽子 戴了十年的帽子 女兒 我女兒說 你買過吧 買過一頂 誰知道我買過幾頂 但是發現 漂亮就漂亮 沒有了條繩 那些索帶 後來找回這頂帽子 簡直是真而重之 又戴回了 現在呢 我又去我家附近的另外一間 西人超市 買這隻野生的三文魚 它又有起了filet 也有切了一件魚心 這間超市 我都很喜歡過來買東西 買了這個魚 我今晚給點檸檬 給點雕草 灑點海鹽 橄欖油 拿來焗就可以了 這間超市 我經常都來的 有很多免費的 magazine 派發給你看 我很多時候就在這些 magazine 看到附近有些什麼 那些 farm market 即是那些 Sunday market 什麼時候開 或者現在 推薦BC酒莊的紅酒 白酒 有哪一瓶是比較好喝的 他又有推薦的 還有些呢 就教你怎樣做那些調味品 煮菜的調味品 還有呢 就是有一些酒莊 或者是有一些農場 或者是有一些農場 那這樣就介紹 你可以去那裡的 買酒啊 品酒啊 或者是去那些酒莊那裡 有些住宿啊 又有餐點供應 那你就上去那個網子 看看你自己敢不敢興趣了 那有些農場 好像現在呢 有很多車莊子啊 藍莓啊 士多啤梨啊 那這樣 如果你有興趣的 或者家裡有些小蚊子的 那你就可以帶去那些農場那裡去摘了 那些農場呢 其實距離溫哥華市區呢 大概大概一個小時的車程而已 那你就當一日遊 那很多那些年輕的媽媽 或者家裡有些小一點的小蚊子的家庭呢 就很喜歡呢 在周末啊 那帶他們去 那加上現在呢 又是暑假的期間啦 那今天都是陰天啊 是下雨啊 今天 所以呢 就聽說 整個月都沒有下雨了 那現在下雨都對的 因為 因為BC省現在都是很厲害的 那些山房 又說人為的啦 那所以就 那些人有些功德心啊 那千萬不要在那些森林啊 樹林的地方啊 去丟一些煙頭啊 或者在那裡來燒柴啊 那這樣就真的不好啦 因為這樣熱的天氣呢 真是一顆火種都不得了啊 有一句說話 叫做星星之火可以遼緣啊 現在有很多 一些消防員呢 簡直是疲於奔命,真是可憐 假期都不能放假 所以人們去野餐的時候,真的要小心 我亦都見過在溫哥華海旁 有一間很漂亮的海景宿舍 可能他也在家裡的房屋 設置了一個燒烤爐 在那裏燒烤,整間都燒了 還要影響旁邊左右,真是慘 有時買房屋保險,那些火險可能只是補到家裡 你說如果燒其他海景,泰銘,你也燒了三四百萬 你燒了一兩個其他鄰居的單位 你說怎麼賠,根本沒得賠,破產都賠不了 現在來到David街 這條也是著名同性戀的同志街 在加拿大有些很閒的事 同性婚姻,同性父母,什麼都有 這裏有很多的同志巴,也有很多他們的性商店 這條街很古老的,這條街很久了 這條街還有一間很出名的酒店 那間酒店以前叫做Path Hill Hotel 以前也很厲害,很厲害 它開張的時候 也說回當年 後來就被很多航空公司的空姐 那些pilot在那裡住 再後來就因為它有很大的工潮 後來就二手了 現在又見到它都很陳舊 但是也是在做Hotel的 以前這間Hotel 還是叫做Path Hill Hotel那個年代 它裡面有一間是日本人主理的一間日本料理店 很高級,東西很好吃,也都很貴 我記得80年代到處都是貼了那些有日文字的商店 免稅店 甚至是一些日式料理店 那個年代真的是日本最光輝的年代 所以有錢去到其他國家都有一種優越感